我 顾白芷 怎么是你啊 就算咱俩离的建议 也不代理这么串门了吧 你先开门 我有事跟她说 什么事儿 你在份笔记书 敢黄泉客栈吧 你微博底下 都炒成一锅粥了 你不知道吗 微博 什么情况 圆月社真是过分 一个高级不够 明天你落合神书首发 还要请两个 不过你那小编辑 确实很为你拼命 一块你的展板 都能扯着嗓子 和别人掐上半天架 什么情况这是 你来找我干吗 明晚 星顿为了迎接莫雷尔 准备了一场晚宴 我特来邀请周川老师 一起出席 不好意思啊 我不打算把 黄泉客栈的连载版权 连载版权 签给星顿 你不会还要签给圆圆社吧 二哥 我回来了 我回来 你回来了 我 我 我是说老师 我又回来打扰您了 这个 是您要我买的东西 那你们先聊 我先走了 你和这小编辑 我给你的 果然不单纯了 家里还有人呢 我还是在外面逛一会儿 咱回去吧 她待了两个小时 你打算在外面吹两个小西北风 两个小时 他为什么在家里待两个小时 那么久 难不成还要留下来吃宵夜 我那只是个比喻 比喻懂不懂 我还是找一个能做的地方 待一会儿再回去吧 等顾总监走了 你再发消息给我 他家就住在这附近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准备躲几次 见一次躲一次 没必要 烤得跟被猪剪死 老师 你走慢一点 我想进去 顾总监好 好巧又见面了 你们俩 他现在是我的房客 我是他的房东 对对对 我租了周川老师的二楼 老师人好看我无家可归 所以 既然被你撞见了 我也不打算隐瞒了 但是我希望你不要传出去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确实很难不让人想如飞飞 而且你读者知道了 对你影响也不好 我倒是无所谓啊 我是觉得 初里是个女孩子 传出去的话 对她名声不好 对 purpose 那我不打扰二位了啊 如果你想去 给我发个信息 我先走了 好 达子在呢 夏老师 真的好久没见了 您看您 还是这么有精气神啊 上次见您的时候 您还念初衷的 这一展演 我帮您说书了 没没没 您那时候送我那个 全当师 现在还在我们家书架上 监藏着呢 是啊 你怎么突然过来了 你问我呀 前面不是给你打电话 说你要开会 晚点回复我 我这不是一个着急 就自己赶过来了 夏老师 我今天啊 看微博上的读者说 今天圆圆社的展会上 特别的火爆 说是来了一个超级 明天还得来两个超级 我就是想来确认一下 明天 是落河神书的首发日吧 是啊 当然是了 朱川老师 落河神书的首发 绝对是这次书展的重中之重 你放心 我会开闭一条 VVIP的通道 不会影响您新书首发的 其实呢我 不太愿意跟别的人一块 挤一个活动啊 明天星顿要来个莫雷尔 我已经够偷他们了 这万一要再出幺蛾子 以后是不打算合作了呀 你 草帅了 老苗 你怎么看 那个 是这样啊 朱川老师 我们呢 已经对外官宣过了 这个 手术合影活动啊 要去办三天 如果就这么突然停止的话吧 我觉得会引起那些 已经买了入场券的 那些读者们的不满 花钱了 这要明天 到展会上这么一闹 我怕会影响 咱们落河神书的首发呀 你且为了和谐吧 那 那要不然要我说这样 我们就索性 把这个寿书合影活动呢 压缩到明天上午十点到十二点 十二点以后 一直到晚上六点闭馆 这一段时间 全部都交给我们落河神书的首发来做 这这样不就好了吗 这样就好了 这个好 这个好 就这么定了 好吧好吧 小周 你要是不愿意的 你直说 我们尊重你的决定 还有啊 不是 老师 我已经安排了两个交易 专门扮演 骆河神书的两个男主 这主意怎么 好 绝了 一定会给骆河神书造势 那你们能确保 明天下午书迷购书 不会受到影响 绝对保证啊 我派专人控场 而且 一切都会在我的掌控之中 行 那明天我也亲自到现场去看一下啊 夏老师 这大概就是我的想法了 好 那明天呢 一定要严格控制好活动的时间 现场一定不能乱 朱莉啊 帮助生老师啊 这边供着正 放心吧 夏老师 这周川老师真是同情大理 这周川老师真是同情大理 温润如玉公子川 果然名不虚传 老苗 你怎么看 名不虚传 名不虚传 名不虚传